香噴噴起司举烤 重点是这后切牛排 业者主打评价享受 让不少民众取之若鹜 新窜起的热门连锁牛排店 用才民众落意不绝 但是 吃牛排吃到一半 嘴里被义务刺到 吐出来竟然是一条铁丝 民众说是在连锁牛排馆 桃园巴德分店吃到的 就把那个有解释的牛排端走了 端走了以后呢 进去以后出来就说 你还要吃吗 店家的应对方式 让民众更加愤怒 直呼又是迟出问题 店家能负责吗 仔细看这铁丝尖锐 而且长度大约一公分左右 假如吞下去 恐怕对身体酿成伤害 就应该像是那个 在刷锅子的那种铁刷 今天如果是小孩子吃到的话 那小孩子不会吐出来 那怎么办 那如果今天 谁吃到了 那如果蹲下去了 那这要怎么处理 当天有六人相约到连锁牛排馆聚餐 没想到在快吃完时 其中一人意外吃到铁丝 让其他人也担忧自己该不会已经把铁丝异物持下肚 而这间连锁牛排馆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异物 过去曾出现烟蒂 这回又出包 要求业者应该加强员工教育训练 定期替换清洁用品 如果借其没改善 将一时安法裁罚 六万元以上罚还 而且最重可罚两亿元 而店家坦诚舒适并道歉 也说将替换清洁用品 不再使用钢丝球 将更加扫心谨慎 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多谢新闻消耗民王国林徐智 陶宁报道